农历春节快到了 为了让若氏边缘户 可以围炉享用一餐温饱 南投市包围寿正宫连续13年 在除夕之前募集年菜 发送若氏家庭 今年共募集了150桌 并在现农会 以及烘焙业者的帮助下提供物资 希望若氏家庭能够感受到 过年气氛以及社会的温暖 一桌满满的佳肴 有鱼有肉 更有社会各界满满的关怀 南投市包围寿正宫圣灵会 连续13年募集年菜 在除夕前将爱心年菜 发送给若氏边缘户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很多的善心人士 来捐赠这么好的菜生 让我们一些边缘户 我们这些边缘户的所有的民众 让他们提醒 人间处处都是充满着爱 充满着温暖 我们的边缘户由我们各学校 我们的校长主任来调查 我们学校里面比较艰苦的 边缘户这些学生人 我们来送给他们一方一道 的年菜 给他们跟人一样 可以过了一个真正好的围楼 除了爱心年菜的募集 南投县农会员工也亲自包装糖果饼干 要送给弱势家庭的小朋友 南投市一家咖啡面包业者也提供了VIP贵宾卡 要让小朋友买面包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优惠 我们南投县农会特别有去外面 在云林轮贝慈善基金会 我们在那边也募集了100件的蚕食贝 来送给我们边缘弱势的这些家庭小朋友们 然后我们南投县农会也出了50件蚕食贝 来送给我们这些弱势团体 维克多今年又多加了一个面包的关怀卡 然后让一些比较弱势的小朋友 可以直接到维克多来享受好吃的面包 那直接就以七者的价格来取得 那我们也希望说连关镜 那给大家一点温暖 那包括我们消防局 还有呢 南投一校分队 消防協会等等 我们一起参加 这个很好的爱心活动 我们是把爱心传递出去 每个人都把爱心传递出去 这个社会就更有散念 在爱心人士的响应下 包围受证工 今年共募集了150桌年菜 将在除夕前 透过志工 易消以及消防员协助下 发放给弱势民众 主办单位也希望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响应公益活动 让爱心可以无限扩大 照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张东仁 南投市采访报道